欢迎收看PippleWebcast Pipple公民新闻平台为了帮助新近的公民记者更加了解公民新闻的运作 每一季都会举办Open House的活动 这是特别为了新近公民记者所设计的 当中的不同课程以及参观 都是为了帮助新近公民记者增加对Pipple的认识 更方便他们上手开始自己的第一则公民新闻 踏着轻快的步伐 新加入的公民记者朋友跟着Pipple工作人员的脚步 来到公视摄影棚内观赏Pipple公民新闻报的录影现场 第一次到摄影棚内参观 新近公民记者处处充满好奇心 请你主播一一为大家讲解Pipple公民新闻报的录制流程 为大家揭开摄影棚神秘的面纱 公民记者朋友也体验站到镜头前 看到自己出现在电视上更是又惊又喜 赶紧拿起手机拍下这难得的画面 为了让新加入的公民记者朋友更认识Pipple公民新闻 Pipple定期会举办Open House活动 邀请新加入的公民记者前来公共电视 由Pipple工作人员详细介绍Pipple 并带领大家亦览公共电视的主控室 道具间等地方 让新加入的公民记者更加了解Pipple平台的运作 因为第一次进来参观这个摄影的这一种Open House的这种流程 那也了解到就是说 整个这个摄影整个影片的制作 跟我们实际在外面采访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整个的公民新闻的这个制作 是比较谨慎 比较那个规矩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公民新闻制作的话 就会比较随性一点 那这个也是我们应该继续这个努力的方向 透过一个上午的Open House活动 让新进公民记者互相认识 也学习到拍摄影片的基本技巧 给予他们满满的报道能量 今天呢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公民记者的活动啊 其实我可以认识到很多的朋友 那我也发现他每个人有自己很多的强项 其实今天我最期待的是 我想要知道在技术上的学习 当我成为公民记者 我要怎么样采访这样的一个内容会更生动 那还有一些专业的采访技巧 甚至于是口语的练习 甚至于是刚刚刚他有教我们怎么拍摄 那个角度九宫格这个部分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期待未来在这个平台 可以有更多这样专业的课程 让我们有来学习的机会 未来我也期待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专业的公民记者 我今天收获最大的就是现场帅雄老师刚好把我一个影片拿出来做一个示范的解说 那直接从当中去指点就是说 在各种上字幕呢或是在拍影片的时候 我私底下也请教过他 那有很多的观念在这里面得到了相当多的澄清 那我想透过这样的学习的话 可以让未来呢在做一些剪辑的时候 或是在取材拍摄的时候 能够有更明确的一个方法 PayPal公民新闻平台定期举办Open House活动 欢迎新加入的公民记者上网报名参加 活动相关讯息请上PayPal首页查询 不同于一般公式的参访活动 Open House是PayPal平台在新近公民记者申请账号的时候 会一并询问是否参加当季的Open House 请民会建议新进的公民记者 如果时间许可的话 请尽量参加这个专门为你们设计的活动 不仅可以借由面对面的接触 和PayPal建立起良好的沟通管道 同时也可以认识一群志同道合的公民记者朋友 而有兴趣报名的朋友 可以在PayPal平台上面搜寻Open House的报名资料 没有参加过的公民记者 也非常欢迎你们报名参加哦 PayPal Webcast 我们下次见